东陵进步不是将母鸭羊肉炉 就是麻油鸡 再加小来点不一样的 搭配养生食材就能变出新口味 红麴带有稍微甜甜 一点点酸酸的味道 跟麻油它是很搭的 麻油鸡不做汤改热炒 加入养生红麴 除了能降血脂 还能降低油腻感 微红色的点缀更甜食欲 清淡于汤也能补血气 加入黄芪当归趁热喝 鱼肉相对热量较低 自补又不养胖 吃下流行的水果肉菜也能补 用肉梨熬咸粥 取代脂肪多的红肉 既能吃进满满营养 又不怕肉吃太多 清淡的料理 其实冬天也蛮多的 酥或者汤都是蛮清淡的 身体会温热 我们的毛细孔会开会流汗 那这个时候 你又吹到一个冷风的时候 那有些人运气不好 就会形成中风的风险 进补出的口味创新 连补的时间都要注意 别等到天真的冷了 才开始补身体 中医师建议 最好在寒流报道前 两到三天吃 每中医到两次就好 不过头恐怕更伤身 要是身体处在发炎状态 最好晚点再进步 基本上睡前两个小时 是不适合吃东西的 对你的消耗系统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有可能会造成 体内的一个慢性的发炎反应 天冷进补询问多 冷气团报道 想补身子要趁早 就怕不错时间 反而白忙一差 也陈生有佩如 高学博道